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台北市中校东路的收购百货 举办新品Hard Pen休闲锅西物花园系列发表会 瑞康屋创办人蔡惠宁说 今年以永续料理 打造环境跟美学的融合生活 搭配环保概念 为喜欢餐饮文化的消费者 保存并且流传了家的味道 瑞康屋是百年品牌 所以我强调就是用家的味道 带出我们健康的料理 那今年2024年是瑞康屋的永续元年 在这一次活动当中所发表的产品 都以环保素材制作 呈现永续节能的核心价值 还邀请了名主持人李秀源 吴文文 蔬食主厨李耀堂 到现场分享各种环保饮食的经验 希望友善土地 保护我们的环境 那我希望可以呼应这样的一个主题 然后用节能减碳 用在地食材 用我们律享食材 然后一起来经营一个永续的经营里面 瑞康屋也在这一场记者发表会中 提供温室的芋泥番茄 纯蜂蜜所制作的无糖花果忧格 给现场的贵宾品尝 透过这种支持台湾在地小农的实际行动 希望未来一起守护台湾的土地环境 持续扶我谋杀美好的未来 记者崇文旭 肖又金 李一国台北报道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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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